第190回合,柯日天再遇劲敌 怎么个劲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韦蛤神,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关键就是他这边巨兽啊,有一只野生暴龙 两只野生暴龙,一只复活水晶甲龙 一只野生甲龙,一只三角龙,圆巫三角龙 两只圆巫三角龙,三只圆巫三角龙 这边还有只野生甲龙 又到了我们柯日天,挑翻全场的时候了 我跟你们说,来吧,直接进来打这个圆巫三角龙 杀 这地方的话它会让我们中毒 我们属性的话会降低一点,但是没有关系 来这个地方开个技能 先开一个,开一个,开一个的话到达1300多 把它除了再说 圆巫三角龙的话是1400个甲 输出的话是300多 就是被我们毒了之后是300多 不毒的话是480 说实话打这个吸引人的话应该会费劲一点 哪怕是一个游泳三角龙的话我应该也要除了不少 我们也要除了不少下的 毕竟141个甲不是甲的 然后我看有没有谁去的比较密一点 并没有 先放一个吧,反正这玩意CD还挺快的 这个技能的设定的话应该就是碰到就死 基本上就是碰到就死 很少很少能有站起来的 只有一小部分站起来 碰到的基本上全死 可以非常胖 140个甲 140 谁说的一千四 胡说八道真的是 不死 来 小心来一发 这场的话还是工程的 比如说敌人的不得话呢 还是不会第一时间杀过来的 打了半天你看我们连一个三角龙还没打死 还是挺难打的 暴炉也来了看到没有 暴炉也来了 但是先把这个敲了先把这个敲了 我允许你开技能 现在输出的话是1437 来 刚死他 先干掉一头再说 不然的话这个暴炉老在我屁股后面干我 就不太好 认真一点打这个 认真一点认真一点打这个 没血了都 再来一锤子 哇靠 我们克尔天居然被顶了个亮枪 等一下我那个法师在干什么 我这个法师好像在被打嘛 法师过来 三角龙倒了一只看到没有 倒了一只 来回头打这个暴炉 全引过来 他这边暴炉来了啊 这样吧 我们去这边把他引过来打 好吧 一个一个打的话太慢了 把他引过来打 希望这两个暴炉会跟我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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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暴炉过来 那就三两龙没过来 没关系嘛 一打 别走啊 好 那三个也行吧 三个也行 三个也行 有个东西 别在今天带我再说 你先打着 然后换一个 他都不会一起过来 你知道吗 没办法 胜利点战他也不会过来的 他就会在沉默口呆着 他就会在沉默口呆着 结果我已经是 但是 就好几次了 都讲了 塞尔龙过来了 但是那两只暴龙没过来啊 光来这塞尔龙有啥意思嘞 假龙怎么还跑了一只嘞 干嘛呢一个个的 你怎么也跑了呀 干什么 不是 他是你敌人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需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敌人是什么意思吗 enemy需要我给你解释一下吗 怎么都不打 你打我呢这帮人 你看你呀 很僵啊 这家就很僵了 我打你 干嘛你个个蛋啊 算了我到里面来了 你们看着啊 我到里面来 他们也不会进来多少人 他守城就是很僵硬啊 他就是会 这个这个这个 哎等一下 你看我进来了 我垂紧将军 我去他主将 哎呦 被他堵住了 那你先给你打一会儿吧 你看他都不过来你看 都不过来啊 就喜欢堵着门 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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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两几点 哎我感觉反而是我这个家伙会吸引到很多部队看到没有 很多吸引到很多远程部队啊 然后呢科尔天一个人吸引的部队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他好像死了 塞亚龙嘛 哎呀进来捶我嘛 都没人来理我 哎又来了只暴龙 哎我就等着暴龙来 我往里面挤一挤 我往里面挤 我往里面挤一挤 去捶那个韦哈神 看他会不会过来帮我 好暴龙来了 他也只来了一只暴龙 还来别的东西了吗 暴龙又不动 哎呀好僵硬啊 进来打我呀 你们主将都要没了呀 我的哥 好亮啊这里 超亮 超亮 他可能这个设定的话呢 为了是什么 防止你一个将军冲进人群里面 然后的话呢 整个衬枪就会被我们站下来 这种设定了 会不会有可能啊 但是你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正面的话 就直接收拾的话 就被我杀完了 将军就直接被我宰了呀 对不对 跳着把他所有的剧组 全部拉过来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还有一战之力 最起码还能还能还能 还能对不对 这个 挣扎一下 啊去拿一下 把打了漫天 我们照样还是全都满血啊 一直都是满血 再一个技能 再开技能 这家我还一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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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部队退出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过来嘛 来退 法师过来随便拍个技能 对可能是因为我外面还有部队的原因嘛 所以他要守着这个点 是不是有可能啊 那我们就让所有的部队全部都退 全部都退出去 那这样子你们的部队会往里面走吗 好像也并不会 对吧好像也并不会啊 三倍速来一下 好的法师法师也白起了 因为部队都撤完了嘛 那你也出去吧 我不要你了 我们就让克尔天一个人 那么场上只有我一个人 你会过来吗 过来了一部分 但是巨兽不过来 是什么意思啊 来了一个暴龙 暴龙也行啊 暴龙也行啊 场上只有我们克尔天一个人了 要不是有不亏败这个东西在身上 他估计是一样的 进来的时候888个兄弟 然后呢 逃了887个兄弟 然后刘他 你怎么被暴龙疯狂的往后怼啊 什么意思啊 被暴龙摁在墙上锤 看起来是这样的 其实的话呢 这个暴龙估计要没了 暴龙体积跟我一样大 他死了 话音未落 到第二王 那么现在的话呢 场上已经没有我的人了 他会不会冲进来 他还是守在外面 你说恶心还是不恶心 来 又是一只暴龙 做什么 做什么 导致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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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怎么做 搞什么 做什么 和我 哇,这只鳄鱼被空中敲飞,然后在空中跑不进的那种感觉 让我想到了那只男巨 这只暴龙还没死,再来个技能 再开个这个 可以多少滴血啊,需要看吗,满血啊,几乎满血啊,我还有一个全房没开,还有一个回血没开 打的还是比较慢啊,他这些东西的话,主要是他没有一起过来,他如果一起过来的话,我们一起打,然后一起掉血会打得快一点 但是他老是一批一批啊,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好,这只暴龙的话也残了,然后这个史莱摩基斯,来把他敲掉 好,直接怼死,直接撸爆,将军也没了 将军没了,你外面部队还会进来吗,还是不进来,你看看一个个的啊 聚守自己的这个关爱,关口就是不进来,哪怕主将已经被杀,眼睛都不眨一下 终于又进来了一个三角龙啊,都不群欧啊,你知道吧,都不群欧啊 这样吧,我出去吧,我出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应该会过来打我了,这样会应该会三打,应该会三打一 往外挤一挤,往外挤一挤,让他三打一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终于有一次敌人群欧的机会了啊,这里的话一个甲龙,一个三角龙,后面还有一个远古三角龙,过来啊 过来啊 干嘛呢他在 过来上我呀 你不上我,我上你了啊 我警告你啊,我要上你了啊 好,这次应该可以,这次应该可以 怎么你回来呀 二打一也行,二打一也行 二打一也可以 多一个是一个 这位人凶 不是,你到底在干什么 啊 不是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告诉我 你旁边,你哥哥都要死了你知道吗 你哥哥你都要死了 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不是你们是一定要单挑吗 一定要单挑的吗 你说你个蚂蚁跟神单挑 我说,何必呢 对吧 就不能群殴一下吗 啊 就不能群殴一下吗 想让别人群殴我都没有机会,你说说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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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僵硬不僵硬 来吧,我们三倍速了啊 既然如此的话呢 敌人你就是相当于是完全不愿意跟我来群殴了啊 没办法 这可真的没办法 把这个杀了 再过来把这个杀了 他又回来了你敢信 哎 群殴了,哇终于群殴了我的天哪 你们俩非得是一组的才愿意伤害给我群殴是吧 啊 一只甲龙一只甲龙,先打个甲龙吧,甲龙已经没血了 好,哎,这样才有点意思嘛是不是 这样才有点意思啊 旁边一帮的这个 神殿守卫,前面的话呢两只巨兽 啊,这样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比方上这个地方我们暂停一下 截一个好点的图当个封面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到自定里去的话,我可以截到更加完美的图 但是的话呢 这个拔剑,这个剑的东西没有办法弄到自定里面去啊 等他锤的时候截,那个不是很好看的吧 我这个截图经验非常丰富 就当他临到最高空的时候的时候截一下,可能还好 其他的话呢,还不如截他不动的时候 或者说刚开始 战好摆好姿势的时候 感觉像柯仁天降服了两条恐龙 这个 有上支 这个 就是挺直腰板啊 然后头台的高 看起来就 就很有精神 这种什么龙 再强大你脑袋瓜子那么低 就看起来的话就就很low 对不对 哇,还有一个人在旁边看戏啊 哎 这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好,这个也死了 真的是莫名其妙 为什么就喜欢看戏呢 看了一下第一台战腿主播 那个画质跟屎一样 全网最佳战腿画质就在我这边 感觉柯仁天回血快用完了 你们太天真了 7000多回血是那么容易用完的吗 给你们来展示一下 还有2000多 还有2000多啊 吸引人还是猛的 像我们打高地平的话呢 全部灭完也就用了4000 到目前为止打这边还没灭完了 我们就用了5000多的这个回血 5000多,50002的回血了 甚至我把这边清完啊 很可能柯仁天会第一次用完他的回血上线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既然如此的话 先打吧 如果他掉到比方有9000天的血的时候的话 我先打你后面的东西 好吧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 这就是相当于是你身上啊 这个 爬上了一只蚂蚁 爬上了一群蚂蚁 和 落上了一个蟑螂 你说这个 你说你是先打蟑螂呢 还是先打一群蚂蚁呢 显而易见好吧 先把蚂蚁给拍了呀 对不对 这个体积的话跟你差不多了 这不是蚂蚁的问题 铺上了一只狼 对不对 铺上了一只狼 应该这么形容 你身上铺上 你身后有一批狼 你身下呢 有一群老鼠 超大那种 啊 超大那种老鼠 就像辐射室里面 叶鼠 啊 那么你说你先打叶鼠呢 还是先把这个狼给敲了呢 我觉得还是要 先打狼 还有400多的生命上限 打那个 高精神的话的两只白鞭 我们是用掉了400点 啊不对 4000点 然后的话呢 打这个 蜥蜴的两只白鞭的话 我们用掉了 7000点 7000点啊 那么也就是说打蜥蜴的话呢 三只白鞭估计就不好打了 就不好打了 就他一个人的话 就不好打了 如果虽然不对的话呢 掉打三只白鞭啊 对不对 四只白鞭都有可能 看一下我们这边888人 打对方1564人啊 我们这边一个都没死啊 然后的话呢 柯天一个人杀了1100多啊 每次都只能杀到过1100 有没有杀到过1200 好像杀到过1200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啊 那么这一张的话呢 是我一个强异军的部队的话呢 遇到了古墓王的三只满边的合围 但是呢他的三只满边的话呢 是以骷髅剑兵和骷髅毛病为主啊 完了之后的话呢 只有一些小小的看到没有 比较低级的骷髅起手 但是的话呢有那么三队吧 三队这个蛇皮怪 然后还有一只乌莎比特啊 那我这里的话呢 最大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是强异军过来的啊 如果不是强异军的话呢 我们就不知道 打打他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强异军过来的话呢 我估摸着我们就只能守过脚了啊 我混沌就算是强异军过来对不对 也算不上穷途末路啊 大家要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哪怕你们现在非常疲倦对不对 一准晚的强异军啊 到现在的话呢 叫都没有睡一觉是不是 非常的累 但是要相信自己啊 对面那些就是像骷髅兵啊 我们可以催哭拉手的将他们击败 将他们击败啊 来了第一波 他这个人敢冲进来 我就看不懂呀 他这还是主帅啊 我跟你们说 他这个还是主帅 真的是主帅啊 那我这边的力量要击开起来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开起来 他的将军军送给我 那我好打很多呀 对吧 那我好打很多的呀 一个诅咒拍出来啊 就没血了啊 会被动的放一个诅咒 然后感觉这个右边路的话呢 感觉稍微有点问题啊 那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反步兵的去顶一下 去顶一下 让两队反步兵的部队过来 稍微顶一会儿 有点吊针啊 应该是有新的部队在不停的进场 然后这支部队往外顶 被动防御和主动进攻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们不急啊 我们就被动防御就可以了 保证自己的阵线 就是保持住自己的阵线啊 不要我外冲啊 我的话音未落你就飞出去了呀 我让你打着将军 他将军没了看到没有 他将军已经死了 然后你就可以飞起来了 不要在人群里面待着 食物怪往后走 食物怪往后走 然后我看有没有地方值得我放个技能了 还没有值得的地方放个技能 放技能的地方啊 不急啊 不急 将军可以冲出去 后面的人先等一等啊 然后这里的实验者长几 可以出去稍微顶一顶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起兵 他先顶一顶嘛 然后对 还没有起兵上来 那么保留一队长几兵 作为这个预备队 我们找一个 这边有一些蛇皮怪 蛇皮怪引过来吧 蛇皮怪把它灭了 双几兵过来吧 蛇皮病要给灭了 这边也有蛇皮怪 但是他还没过来 他还没过来 他没有部队特别密的地方啊 我不想放技能啊 你们可能已经觉得很密了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的密啊 这个地方还可以 但是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再聚一点 我觉得就可以放技能了 他这地方充其难 也就是两三只步兵的样子 这样吧 放个链刀吧 先放把链刀吧 放这个可能有点不值 放个链刀应该还是非常赚的 来 咱看好这把链刀啊 我非常好奇是把链刀能杀多少人 其实不用过载了啊 因为过载是加破甲 他其实破甲很低 不是他们甲非常低 不需要破甲 看一下血量 中间一排看一下 威力不是特别高啊 大概也就是打残了两队吧 打残了两队啊 然后敌人这个部队的话 还是不是很密 哎呀 他的部队人哪 已经死了有400多个人了 啊不对 600多个人了 我们才死了 你们看一下 你们数一下 你们数一下 有没有稍微密集的地方 没有呀 都差不多密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杀敌杀得太快了啊 他没有 他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把自己的部队弄得密一点啊 就很烦 要不再拿把链刀吧 再拿把链刀 等他这个司机好 我们再拿一把啊 来 我们就不用过载了 不用过载 好 又是一把链刀斩过来啊 那么两个链刀斩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杀敌数啊 331 其实还可以的 其实还可以的 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这个 对不对啊 几百少千人挤在一起 一个技能派下去杀三四百人的这种 还差了点 还差了点 他两个技能330嘛 一个技能大概170个人 左右 还是一般的 这里人也不多 说实话也不多 不是特别多 这边倒还好 也就是两三队一起在一起 而且他动你的发现没有 不太好 克尔天往后退一下吧 克尔天往后退一下 这边都是长级兵啊 不是克尔天 什么克尔天 这个上古龙魔往后稍微退一下 没有啊 我相信血量挺多的呀 我这边还有一批药剂的 都可以喝的 没事的 你 我刚刚说什么 我之前是把他往后拉的吧 你看 这个血量 我就是说吧 你冲击人去你就很难回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放这个 放这个拯救你一下 好吧 还活不下来 我也没办法了 他现在癫狂了 我拉不动他 你知道吗 我现在拉不动他 他再不走他就要凉了 我跟你说 但他现在还是癫狂 拉不动他 这个技能我刚刚是没有过载的应该啊 所以说蓝不够 他白了 但他白了没有死 问题不大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没有蓝 没有回蓝了 因为这恢复了是吧 没有恢复 因为我这个将军的话只有11级 他没有回蓝那种技能 这就比较麻烦 有没有哪里长毛兵比较少的 我让我这个罗魔去打一下 都是长毛是吧 打这边的骷髅战士吧 我希望的是他站在人群之中 对有敌人来他就挥两巴掌 没有技能的话你就别打了 好你恢复了是吧 你恢复的话 你恢复在里面站着吧 反正对方也没攻略手 在里面站着行 基本上的话我们这两个 临时招出来的精英兵 应该是会有不少的表现 不少这个就是战技上面的表现 因为都是反步兵的嘛 对方又都是骷髅兵 刚刚那个菊花杀了应该没多少人 我们来看一下 没杀人 只掉了对方的血 这就是过载和不过载的区别 过载这东西好像特别废 好像是特别废 将军都没有出现人群里去了 给我回来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选 从你人群里面呢 我就看不懂了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要往外扑了我跟你说 我之前的话一直都是没有往外扑的 一直都是松松垮法的 就是防守流打法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要过来救将军的 对吧 我要过来救将军的 来过来帮我救下将军 他这边又死个灵主 现在蓝的话只能靠他自动回 这回的非常非常快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对方6000人 已经死了1200人 2200人 2200人 但是还是杯水车薪啊 不过对方将军已经没了啊 而这个边路的话已经开始被我们慢慢包围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的骑兵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要没了啊 大家看好啊 大家看好啊 将军在trush 现在问题是你们能不能从这个后里面出来 这个地方还行 这个地方也挺密的 关键是我现在过不了载 光放一个是够了 过载是不够的 过载是不够的 出来出来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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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冲就白 大家看好啊 大家看好什么叫一冲就白啊 这你们哥几个走的这么慢呢 我跟他说 我这看骑兵走的特别慢的话 我心里觉得特别的特别的那什么 太慢了 你们看他这个移动速度 是骑兵吗 各位啊 然后你又给我停下来 有什么操作 我最讨厌这种了 走到一半停下来 我跟你说啊 你又干嘛 我让你上了吗 你看额不得心 他就是被一小一小波部队给摁住了 他就往 他就往下冲啊 没让你冲你冲什么冲啊 现在让你冲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冲完这两波的这个事情 这波冲完 上面事情全崩 中间冲完 事情的话还有一些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先放一个 放镰刀吧 我觉得不需要放这个菊花 够不够 够放一个菊花 那放一个吧 放一个 这里放上菊花 这个技能过载和不过载差很多的 真的差 你看过载完了放下去你看 杀利术就还可以是不是 以下有三四队惨掉 然后这边骑兵要拉走了 后面有部队来了 后面有部队来了 而且来的还是射力怪 还有毛病什么之类的 拉走 不要管损失 反正把他拉走 你不拉走他全服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我们这边 损失最大的是什么呢 损失最大的是他将军死了之后的 那个 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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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诅咒你知道吧 除了这个诅咒之外的话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太多掉血的东西 就在诅咒掉血比较严重一点 过载是Shim的这样做的 镰刀现在没有蓝了 直接往上冲嘛 拉不走的话我就直接上 反正左路还已经被我们打崩了 这队骑兵现在比较尴尬 被卡住了 被反大型的两队给卡住了 还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看 看到没有 我只要后面的部队一过来 又是一个诅咒 你看看恶不可欣 恶不可欣 如果问题是不大 将军的这个血量都好 我只需要现在 基本上只要治愈好将军血 就可以了 现在将军和事务官的话 并肩作战 应该问题是不大 这边的话还能顶得住 就等一波蓝 再来一波蓝 我这边放弃的 他们差不多就崩了 现在我看一下 对方6000人 现在只剩下了1430多个人 可一打三是标准配置 虽然说这场的敌人的部队 不是很强吧 但就在强一点 我们也就是部队 稍微损失得多一点 也稍微可以打得引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上的尸体啊 你会发现啊 绝大部分全是古墓王的尸体 发现没有 你往后面看也是 发现没有 绝大部分都是古墓王的尸体 你能找到几个我们的尸体吗 非常少是不是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对不对 结束了 后礼学就结束了 我还没看什么就结束了 一打三啊 完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几乎是 几乎是没什么损失吧 1180个人损失312啊 将军掉血的话也不是特别多吧 这个其实将军掉了还挺多 这是吃就是喝了口血 回上来一部分啊 然后就只有这个不太听话的 这个歇尾诗差点聊 不过的话呢 问题也不大啊 那么古墓王这边的话 好多人搞的三十百别又没了啊 定作的气势还是有的啊 尤其是上面的岩浆啊 但是的话呢 也就只是好看而已啊 就只是好看而已 阿查一马当先啊 后面跟着无数的混沌大军啊 你说这个地方给我来个烈炎之鲁 不是美滋滋啊 不是这个对面不是美滋滋 是不是 要不我对自己人放一个 放一个要不要 要不要 哇 这个地方千载难逢的一个烈焰之路 最完美的位置啊 万一我放完了打不过怎么办 我混沌大军 这个实力啊对吧 打不过可能吗 啊不可能 我跟你说啊 来玩一下 哈哈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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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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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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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混沌大军果然牛逼 哈哈哈哈 玩吃一波烈焰之炉 屁事没有好吧 啊 玩吃一波烈焰之炉 屁事没有好吧 啊 掉多少地球啊 他满血是多少地球来着 我看一下啊 满血是130 140左右啊 大概也就是平均掉了个400点血吧 啊 那么五对部大概就掉个200 2000点血 呃 你看看你看看啊 我混沌大军是不是啊 啊 我为什么会轰他们 我就是知道他们 对不对 不会掉太多的血 然后的话呢 被就是经受过这个火的历练之后啊 他们会变得更强 对 哎 就是这样子啊 我不会无缘无故打他们的 这个你们要搞清楚 好可以啊 看一下 阿查一个人怼进来啊 等我们步兵到位之后的话 齐米怼过去 啊 齐米怼过去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啊 他这波哎呦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啊 呵呵呵 这波瑞克敬畏的衣服 你们看一下 后面有岩浆的这个照耀 别的都变黄色的了 他却没有 对不对 你哄我是吧 那我今天也要哄哄你 看看你哄我疼 还是我哄你疼 好吧 哄他 开技能哄他 帝国 这个 这个瑞克就是跟他的狗一样 这个 他们的炮哄他 我们的炮也哄他 怎么说 怎么说 难受不难受 难受不难受 情况忽然僵硬了起来 就是难受 换个红吧 换个红 换个红 对不对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正面你还放了那么多人呢 不管了你过来玩玩吧 等一下 你是不是能送这边过来啊 妈的智障 那你送这边过来吧 我不要你这个门了好吗 什么让你的没用的存在感 没有的 没有存在感了啊 然后你们就赶紧过来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陈造的有什么意义 我就看不懂了我跟你说 往这边轰一下 然后你这里的话要不要放什么技能 哎呦你这个部队版的挺密集的嘛 够不着哈 够不着算了 够不着你就继续打吧 阿茶的话他这技能的话呢 都是打将军还可以 他打孤兵是非常弱的 所以说 所以说的话呢 就不用放这技能浪费时间了 没有必要放 然后你们这边A上去 你们几个稍微过来帮一下 然后你们五个赶紧过来啊 准备往里面走 先把阵型摆好嘛对吧 好的炮车开始往里面走一点 走到这个位置开始轰 走到那个位置然后开始往里面走 就是往里面轰 往里面轰 骑兵们赶紧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骑兵过桥啊 你们为什么会停下来 你是撞我摄像机上了吗你啊 哈哈哈 别看人家 对吧 真的是 什么都撞摄像机上了啊 直接往上冲吧 他会过来吗 哇塞你们这个部队也太过分了吧 过来干我呀 干嘛呢你们几个哥啊 我的炮怎么了 好像是有人在干我啊 哦他这个东西可以打我 没关系没关系 我不躲到这边来了 他这边有个这个东西啊 你们看一下 他有一个 鲁车啊 那你这个鲁车你放在这的话我拿你不是很难受吗 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那我叫我叫到这个我叫这上面都可以吧 对吧 这样你都打不死我了吧 来吧往里面冲吧 因为我们这场完全是娱乐娱乐打啊 所以说被打一会儿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来吧你们往里面冲吧 阿查去找这个人找这个人麻烦你先往里面甩个技能 看一下啊 看他那个技能 我这个火焰为什么还没有放出来啊 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 这么密集的部队 但是我发现啊 这种吹息啊每次都过完我想让他往 想让他飞的地方飞 然后这个地方我都把他杀完了他还不过来干我吗 我就为了 让他干我一波让他有点优势我都没怎么操作 他还是不打我你非得我车上去干你才打我是吗是这意思吗 是不是这意思 我在旁边勾引你一下你过不过来 还是我过来的 他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地图的原因 这是因为他地图的原因 不然他他不可能不冲过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 他怎么还能打到我这东西 再往里再往里面走一点 不走的话会死掉死掉了 你看 我脚不过去他就不过来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是不是非常interesting 你要是这么说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这么搞 这么密集我不轰你一炮对得起谁 反正他也不过来打我嘛对吧 你就就射射我好了 反正我是有盾的对吧 虽然你破甲但是我是有盾的对不对 对吧 你一不打我们我轰你 对不对 这几把轰的还是很舒服 他的部队就在原地完全不动了 发现没有 但是他其他汉的这个火箱手势似乎是还是比较难受的 所以 就是 不过也有盾还好一点 好了 这个不跟你们瞎就要玩了 你就别上了 你只有没血就别上了 我看一下 来你们几个过去吧 然后你们几个骑兵的话我看一下他什么兵他都是剑兵 都是剑兵 往下抽 这边有一队几兵 这边有一队几兵 不去撞这个几兵 你们上去把这队火箱手给我摁住了 这边这队火箱手被我们摁住了 然后这里的话呢过来甩波技的 全开了吧不开也没机会开了 你们三个把上面的人给我轰掉 你这一炮我跟你说 你们炮兵组跟步兵组仇就这么大的吗 非得往自己人屁股上篮上这么一发 往这走往这走 你又回去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 好像 场面有点僵硬哈 这个技能什么情况 等一下我们稍微操作一下 别玩脱了 玩归玩 别玩说了 别玩输了 什么这个技能有点过分了 我这技能 这一个技能 给我烧成个智障我跟你说 这个技能也太痛了一点吧 我看一下 这把被我玩了 你们看这个步兵的血量 我们得稍微注意一点 别玩死了 没血就拉走了 凉是不可能凉的 凉是不可能凉 玩归玩 赢归赢 这个是两件事情 哪怕我一个 一口火烧到自己脸上 我会说这样也会打 就刚刚这口火搞得我有点难受 烈魔人 应该没了吧 应该没了 我看一下 没了 看到没有 我玩归玩 我一个都没玩死 看到没有 这就是有技术 你知道吧 这就是有技术 哈 玩归玩不玩死人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 你干嘛呢 你还跟我这玩烫呢 你以为我不 不知道你打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主意 就准备从一面打我呀 想多了吧你 打他 一辆小破车 400的点血 一人一刀好吗 哎呀 你还挺肉的嘛 再见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呢 是第230维和 我们差不多到这边的话呢 就完结了啊 就完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情况 就是全图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然后跟了我的这个血鬼的话 现在是排第2名35多城 我们还是第1 保持了一两百一两百回合的第1名啊 然后第3名的话呢 是我们的小弟 纳加隆德 所以说我们的实力 不只是我们自己 还有纳加隆德的实力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高精灵的话呢 虽然是被我烧了很多很多城了 你看啊 但是的话呢 还有那么27多城 其实还可以啊 其实还可以排第4 然后卡木里也是被我打了很久了啊 现在还有9多城 排第5啊 来巴拉斯宫廷 3多城 排第6啊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血鬼 然后绿皮的话 现在是排第10的啊 还是混的不行啊 然后西医人被我灭了一只满民之后 跑到了第9名 跑到了第9名 红鼠人 灭党者 还是 打加油啊 然后这个枯嘎的话呢 我只自动掉了一只部队 对不对 然后他就没兵了 他应该是被那个 被我们这边的这个什么 红鼠人打的 哦不对 红鼠人刚才猛勇啊 应该是被这边血鬼打的 我估计 我估计啊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排我们的北方的那个 就是小弟 北方的小弟啊 好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混沌党的话呢 也就彻底完结了啊 彻底完结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党的数据啊 党数据啊 目前我们的钱的话呢 是62万的钱 每回合的话是掉2万块钱 掉2万块钱啊 看下统计啊 统计的话呢 目前为何230回合啊 建造建筑97个 研究科技27个 完成任务39个 科技我应该全研究完了吧 对科技是全部研究完毕 差不多跟我 好像就是没几回合之间是把 可以研究完了 然后就正好就环境洒花了 差不多啊 然后这个遭遇派系 共遭遇了71个派系啊 然后毁灭的只毁了5个啊 大部分都是毁到最后一点点啊 然后的话 要把他合进来了啊 就要要把他收进来了啊 要不就被别人合 又被别人毁了啊 然后建立普通过 我们建立了14个啊 目前的话 还有10个人在给我们开战 宣战了62次 然后最多的时候 跟19家开战 然后盟友的话是11个 然后最多盟友的时候14个啊 收入总额的话呢 是千万十万百万 五百九十多万 不到六百万啊 然后目前收入的话呢 是一万五 那一万五啊 劫略收入的话呢 我们一共是抢了将近三百万的钱 三百万的钱 然后支出的话呢 我们一共支出了五百三十多万 五百三十多万 当前的部队数目的话 就是八只满边啊 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八只满边啊 招募领主 我招募了七个领主啊 然后击杀的对方一百九十七个领主 了解一下啊 然后我们还阵亡了两个领主 哎 我什么时候阵亡的领主啊 我什么时候阵亡的领主 我怎么不记得呢 招募部队三百七十九个部队 歼灭了对方五千七百一十四支部队 大家可以算一下 一支部队 一支满边部队的话是二十支部队嘛 对吧 一支满边部队是二十支部队 那么五千七百一十四相当于是多少支满边 呵呵呵呵呵呵 将近三百个满边啊 当然了他这边见面的数据的话 应该还是算上了那个什么的 算上了那个就是城防军这种 就算打个折扣吧 那也有150个军队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这种感觉 失去了160个部队 那也其实也不少了 对不对啊 160个部队 全是铁粉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战斗总数410场 手动打了137场 自动了273场 自动基本上都是攻城战嘛 对吧 然后陆战是62场 伏击战一场 攻城战一百伏击一场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了 绝大部分战斗都是攻城战 刺激战斗的话 也相当于是攻城战了 只不过他没有强的那种 194 最主要的是这个 地下滥截只打了一场 胜利总数是410场 陆战战斗的话 打了赢了62场 伏击打赢一场 攻城战打151场 刺激战斗的话 是194 十大戒一场 这十大戒的话 其实是可以刷的 我把柯仁天的 所有波的解三角的话 没一场都十大戒 对吧 没有特意的去刷 然后战败零 然后战果的话 毁灭城镇 一共毁灭了342座城镇 一共多少个座城镇 这个凡是帝国里面 我也没数过 几百个城镇就有的 我们毁了342座城 基本上算不算得上 把整个凡是帝国城 全部毁了一遍 应该差不多了 献祭俘虏献祭6000多 杀害俘虏 杀了6万多 奴役了1800多个 招募英雄8个 英雄成功次数 一百八十五次成功了 一百一十二次 还可以吗 我还是到了一个 应该有个六成吧 刺杀英雄 刺杀英雄都杀了58个 那么厉害的吗 到这边啊 那么我们的混沌 极难的直播档呢 就给大家彻底完结了 扫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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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花扫花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